马来西亚东海岸 马来西亚东海岸去年发生了严重的大水灾 这场大水灾不仅摧毁了很多人的家园 同时也摧毁了蓄水师的水源以及绿水单位 导致严重的大治水 这场大治水让居民们纷纷在外面巧够矿泉水 矿泉水供不应求 别说洗澡 连喝水都成了问题 水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 当然它也是大地次给我们最美的礼物 可是你们知道吗 每六秒钟都会有一名儿童 死于关于水源疾病的问题 这真的是让人很伤心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们可以跟我一样 一起改变这个局面 请加入生命节水挑战 我们可以一起加油 为孩子们带来更干净的水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